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点 皮库哥一直神神秘秘地挡着手机 大头和三五屏用眼角余光偷窥到委托人的微信 委托人的网名叫巴佑文 头像是一个男人的卡通形象 巴佑文 这名字看上去是一个女人 但是头像却是一个男的 皮库哥提到了购买工具 对方发来了五个两百元的红包 五个红包分别写着拜托你们了 皮库哥亮起手机 说看到了吧 委托人发了一千块钱的订金 今天晚上咱们就干这一票 大头说要不咱们把这一千元分了吧 三五屏说你真没出息啊 皮库哥 我觉得大头不行啊 活没干呢 就想分钱了 皮库哥说 临阵换将 军心不稳 我们得让大头开车 换下他可不行 大头说我开玩笑呢 三个人先吃了一顿饱饭 然后去买了三卷攀岩用的绳子 胶带 撬棍 口罩 手套 还有一个大号的行李箱 事先做过测验 三五屏身高一米七 体重五十三公斤 和绑架目标的身材差不多 完全可以装进箱子里 怎么捆绑箱子从高处放置地面 也做过几次演示 傍晚时分 他们去三合国际大酒店踩点 从酒店的安全通道上到楼顶 薛义涵 住在该酒店的十九楼 房间外边有阳台 皮库哥从楼顶扔了一个小石子儿 用来确认楼顶到阳台的直线位置 然后在楼顶做了三个记号 在这里系上三根绳子 就可以垂到十九楼的阳台 阳台到房间有一道简易的推门 即便锁上也很容易撬开 大头说说实话呀 我有点恐高 这一不小心掉下去可就摔死了 三五屏说还职业杀手呢 回去洗碗去吧 皮库哥掏出一把细长的折叠尖刀 轻描淡写地踢着指甲 说到这儿了 谁也别想退出 三五屏说我们下去可就上不来了 手脚一定得利索 皮库哥说 高炮的马仔就在隔壁 千万别惊动他们 一个负责无嘴 两个负责拧胳膊 大头说行 我干 这个我懂 可以把门反锁 马仔也进不来 皮库哥说 背水一战 没有退路 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大头说最好啊 再找委托人要点订金 买箱子绳子就花了好几百 三五屏说对呀 一千块钱订金太少了呀 再要三千 到时候交货了 对方不给钱怎么办呢 皮库哥说 我有我的原则和信誉 办完事再收钱 如果对方不给 接着 皮库哥目露凶光 手里边的刀子 做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案发当晚 薛义涵演唱会十点半结束 回到酒店 他和工作人员聚餐到半夜 还喝了几杯红酒 回到房间就睡觉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演唱会人潮人海 无数双手向他拥舞 他陶醉在掌声之中 瞇着眼睛 唱着歌 似乎只有天堂 才会有这样美妙 动人的歌声 千万歌迷随他一起唱 突然 那些荧光棒 变成了怪兽的眼睛 一眨一眨的 在场的歌迷都变成了野猪 一个个青面獠牙 喘着粗气 伴奏也停了 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场地中间 歌声难听刺耳 他停下来 恐惧地看到无数的野兽 朝他奔过来 夜里三点 薛义涵从噩梦之中惊醒 他突然坐起来 他的床前站着三个人 房间里边只开了夜灯 光线黑暗 三名犯罪分子潜入房间 他们屏住呼吸 捏手捏脚走到床前 薛义涵从噩梦之中突然做起 吓了三人一跳 大头紧张的手里边的胶带都掉在地上了 薛义涵揉揉眼睛 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皮库哥和三五平就已经扑到床上 死死地压住了他 皮库哥低吼一声快动手 薛义涵问你们想干什么呀 接着 皮库哥一记重拳 和三五平反拧住薛义涵的胳膊 把他的脸按在枕头上 不让他发出声音 大头摸索一会儿 才从地上捡起胶带 手哆嗦着 却找不到断头的地方 皮库哥事前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在胶带卷的断头处 粘了一个回形针 方便揭开 由此可见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 注重细节的犯罪分子 皮库哥一脚踹到大头 骂了一声废物 拿起胶带 呲呲啦啦地撕开一段 贴在薛义涵的嘴巴上 随后又缠了几圈 手和脚也都用胶带捆好 薛义涵只穿着内裤 身体蜷缩在床上 嘴巴里面呜呜叫着 只能像羔羊一样 任人摆布 三五平看着床头柜上的东西 想要拿走薛义涵的手机 但是皮库哥让他放下 赶紧走 三五平说可惜呀 苹果手机呀 三个人把薛义涵装进行李箱 用绳索捆好 从阳台处缓缓地坠至地面 薛义涵从天堂坠入地狱 很难想象 几个小时以前 他还在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唱歌 而现在却突然被装进了 这狭小的行李箱 生死未卜 完全不知道对方想做什么 他被吊在空中的时候 就已经被吓晕过去了 三个人开着面馆的那辆破旧面包车 来到约定的街头地点 临河路边的一个大型广告牌下 在车上的时候 皮库哥又给委托人巴又文发了微信 说得手 巴又文回复一会儿见 然后发了好多OK的表情图案 到了街头地点 皮库哥让三五平和大头躲在广告牌后边 告诉他们 对方不知道来几个人 要是我有什么危险 你们再出来 一辆出租车远远地停下 熄了火 车上下来一个女孩 穿着宽松的长T恤 牛仔毛边短裤 露着肥粗的腿 快步跑了过来 这个女孩就是巴又文 她看上去非常兴奋 一连串地问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皮库哥打开面包车的后门 费劲巴力地把行李箱搬了下来 巴又文站在旁边 手舞足蹈地说轻点 她蹲下来 深呼吸 一点一点地拉开箱子拉链 随即泪水就糊满了眼睛 她用力擦干泪水 用一种因为过度激动而有些颤抖的声音说 是的 她死了吗 皮库哥叹了一下鼻息 说没死 晕过去了 巴又文又拍了拍胸口 松了一口气 随即抱了一下箱子 还用脸蹭了几下 皮库哥感觉这个女孩行为举止 有点异常 便索要筹金 她低声说 你给了一千元的顶金 再给四万九 就可以了 巴又文又从裤兜里面掏出手机 用微信支付了一万九千元 其余三万 用支付宝支付 大头和三五瓶从广告后边跳出来 说好啊皮库 原来是五万 只给我们每人一万 这可说不过去啊 巴又文吓了一跳 惊慌失措地说 钱我已经给了 怎么分 我不管 我先走了 谢谢你们 大头说 妹子 我有车 要不要送你啊 巴又文又拉起行李箱 说不用 我打车了 谢谢 再见 三个人 五万元 有点不太好分 大头讨价还价 想把自己的酬金 提高到一万五 三五瓶觉得 三个人均分 最合适 皮库哥亮出了刀子 说给你们的 一分都不会少 要是想从我这儿多拿钱 那你得问问 我手里边的刀子 答不答应 他们开车找了一个取款机 分了钱 各自离开 通过对大头的审讯 警方了解到 三名犯罪分子 并不知道 他们绑走的人 就是明星薛叶涵 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 大头也不清楚薛叶涵的下落 至于那个网名叫巴又文的女孩 大头了解的信息也不多 女局长召开紧急会议 肯定了苏梅之间的观点 这起绑架案 就是一个女粉丝 雇用了三名犯罪分子 绑架了偶像 每等会议结束 刘支队和曹支队各带一队人马 风风火火的去抓捕三五平和皮苦哥 两个人都是急性子 抢功心切 刘支队调取了提款机的监控录像 获得了皮苦哥的照片 不过皮苦哥在取款的时候戴着口罩 照片没有什么侦破价值 曹支队调集了大量警力 对皮苦哥和三五平平时出没的网吧 和小旅店进行走访 排查 没想到排查了没多久 就在一个网吧里误打误撞的遇到了皮苦哥 毕竟他穿的那条皮裤 给每个网吧老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皮苦哥拒捕 持刀扎伤了曹支队的手臂 他刚刚跑出网吧 就被数名警察按在地上 皮苦哥在警车上交代了三五平的住处 在皮苦哥的指认之下 曹支队又在一个小旅店里抓获了三五平 曹支队连伤口都没顾得上包扎 急匆匆地返回局里 一脸得意走进局长办公室 曹支队进门就哈哈大笑 女局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曹支队说一石二鸟 一箭双雕一网打尽 女局长惊喜地说怎么 这么快就抓到人了吗 曹支队说两个 不三个都是我抓到的 女局长说行啊老曹 真有你的 这一次你可算是立了大功了 曹支队坐下来 把脚撬到了茶几上 点上一根烟 平时他可不敢在女局长办公室里面抽烟 但是这次他鞠躬自傲 直接把烟灰弹在了地上 女局长说道 老曹啊你受伤了 快去包扎一下吧 曹支队摇了摇夹着香烟的手指 表示自己的伤无碍 他说道 这不是我吹啊 留队半个月也找不着人 那毛都找不着啊 还有请来的那个苏警官 小周还天天围着他转 这小子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不好好报案 还有心思泡妞 那个苏警官呢 也只会喝着咖啡敲几下电脑 这样就能破案了 曹支队嗤之以鼻 自问自答 扯淡 苏梅和周公子刚巧站在外边 听到这番话有些尴尬 周公子想要进去和曹支队理论一下 苏梅赶紧劝主拉着他悄悄地走开了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